国内疫情持续严峻 每天狂增的新确诊 不只让活跃病例突破5万宗 那么进入ICU 以及使用呼吸机治疗的病患 也节节攀升 卫生总监诺西山 刚刚下午也特别贴文警告 全国加护病房ICU床位的使用率 在昨天已经达到91% 在雪龙区甚至是超出负荷 使用率高达113% 那为了应付患者激增 一些医院是被迫得要把普通病房 临时转换成是加护病房来应急 比如说在雪州双溪毛诺医院里的急诊部 有一部分的空间是已经转为重症治疗 或者加护病房了 那么除了ICU病房不够用 雪州双溪毛诺医院 即早前是已经买了一个 能够停放新冠死亡患者的这些货柜箱 现在更是因为雪州死亡病例攀升 追加购买了多一个货柜箱来停放 在医院内过世的病患尸体 那么这些都是我国疫情恶化最真实的景象 那么另外因为州内的确诊率飙高 霹雳从南到北 有四个地区从今天开始执行为期 两个星期的强化管制令EMCO 当地警方在各主要路段设立路障 拦截没有合理理由外出的民众 除了一些路段因此出现车龙 今天包括医保跟太平等地 都像上演了空城记一样 街头一片寂静 执行EMCO的第一天 医保警方缤纷路空 加强管制民众的出行 包括使用空拍机监控市区情况 在市区各主要路段设置路障 严格检查开车出门的民众 甚至还走进巴刹巡视民众 采购的时候是不是有遵守SOP 看到医保街头有不少警员在站岗 气氛肃肃穆 当地民众也相当配合 希望能够尽快阻断病毒感染链 随着我国疫情恶化 疫苗接种也成了目前的首要工作 但是我国的疫苗接种速度 却一直被抨击 太慢了 使用党巴吉里国会议员杨美银 今天在面子书上发文抨击 我国的疫苗接种速度太慢 还叫政府不要再以我们是第一收入国 所以接种率就比较差 这样的借口来护航 在贴文当中 杨美银引述 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表示 我国的疫苗接种率 不止比起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落后 甚至也比很多 比我们更贫穷的国家更差 那么根据杨美银贴出的图表显示 跟其他更低落GDP的国家相比 像是智利 阿根廷 墨西哥 哈萨克等国家 我们的接种比例还是比他们低的 智利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率是40% 哈萨克是10% 但我们马来西亚却只有4% 那杨美银就说 我们不能够完全以大马市低收入国家 来为疫苗接种率偏低护航 事实上 马来西亚的疫苗供应 是没有达到政府之前的估计 那对于疫苗供应短缺以及抗疫的问题 首相沐游丁也在面子书上贴文表示 我国将跟中国携手抗疫 继续在贸易和投资上合作 同时会发展新领域 包括在马来西亚处理疫苗冠状加工 那墨油丁表示 他跟中国总理李克强意识到 在新冠疫情期间 密切和积极合作的重要性 从而从对抗疫情继续催化 以及复原的过程 而墨油丁也对中国政府 在马来西亚面对疫情袭击的时候 伸出的援手表示感激 并且认为这样的举动反映了马中之间的紧密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